黑暗中两台白色轿车快速通过 开得这么急 就是因为车上的人刚在大理的路上开枪 半夜开枪 警方到场想找遗留的弹壳 却没有找到 被开枪的就是这名身性男子 他捂住手上的伤口 向警方表示 开枪的是卢姓男子跟他有债务纠纷 两人相约谈判 一见面就不断的叫嚣 卢姓男子不满 掏出了瓦斯枪开枪商人 因火速于六小时内将卢姓男子为首 等五名犯前全诉弃捕导案 卢姓男子称凶斗狠 乱开空气枪 不到六个小时就被逮 而这两名诈骗嫌犯 也不抵埋伏的园警 被害人已经被骗了九十多万 嫌犯又要他付三十三万两千元 相约到咖啡厅外面交 没想到警方早已有所准备 这一天我要帮你 以这个态度我要帮你吗 看到目标出现 远警立刻上前抓人 将车手跟共犯逮捕 依送法办 接下来黄祥福 韩志清单警 陈台中采访报道